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系独立 使海风既无法融入东边寒江的潮汕平原 也无法融入西边东江的珠三角平原 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单元 闭塞的环境激发了海风人向外探索和冒险的欲望 杨提林古道由此而生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是惠州连接潮州的索岳之地 也是古代粤敏交通史上最为悠久的一条关道 杨提林古道因山得名 杨提林乃莲花山之脉 风似杨提 又似杨陶半 明代以前称杨陶岭 清朝时改为现在的名字 海风县志在 杨提林一道 早于汉 色于孙吴 通于晋明之六年 而自六朝及唐宋 地通地色 因为杨提林的存在 历代统治者将海风视为越东海防重地 在境内设置各种军事单位 并带来了属于北方的军屯文化 最初的古道由山石砌成邓道 宽约1.7米 道路崎岖 呈枝字形盘绕于岭上 清乾隆年间 两广官员见其地势贤俊 在岭上建造了五座关矮 派兵防守 城墙均用三河土 夯成四十斤重的大乌砖累计 坚固牢靠 五座关矮已在历史的封烟中损毁 现仅剩第二关残存的半壁城墙 演映在荒草丛中 阳提林古道是千百年来 不甘闭塞的海风人 走向外部世界的见证 在漫长的时光洗礼后 如今仍存十五千米的连贯遗迹 那些汉代的砖块 清代的碑技 以及说不出年代的铺路时尚 沉添着海风人的气质和秉性 当地文人明代官员李时 留下了一首叫《过阳提岭》 闻这姑的诗 昭文阳岭 这姑提 芳草七七 路转迷 莫道哥哥行不得 马头南北又东西 纵然前方有再多艰难险阻 他们也挺起几梁 咬紧牙关向前走 向外走 远行打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